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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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千克志愿体育馆 为你呈现武林峰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本场比赛由鹤壁市79页大力支持 每一场的环球拳王都是全球功夫迷的滔踢盛宴 每一场的环球拳王都是群星聚集 星光闪耀 今天晚上我们将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的顶级选手为我们带来巅峰的对决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本场赛事外方代表队出场 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 有请今晚有九个国家组成的外方战队 按照比赛次序 他们是中村元气来自日本 麦克布来自泰国 阿姆尼汉娜来自英国 春派克来自泰国 阿里克斯来自西班牙 尹和珍来自韩国 胡斯哥鲁莎来自南非 穆斯里木来自俄罗斯 布莱德海登来自新西兰 爱德加来自美国 接下来请现场的朋友们 用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 有请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中方代表队 现在我们来自中国的战争 中国勇士孔明 中国勇士谢雷 中国勇士万可汗 最嚣张的林帅 中国勇士李宁 武力宁 武力宁二人一最耀眼的心精 铁银华 中国勇士张德正 郭强 武僧一龙 死神方便 让我们以功夫的名义 见证奇迹的单身 各位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金星啤酒冠名的武林峰 我们这是在 河南省赫壁市的千鹤之无体育馆 为你呈现 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本场比赛 感谢赫壁市 骑水九夜的大力支持 那么在武林峰那台上 有很多人 他的特点 他的打法让我们记忆犹新 比方说林帅 他应该是 这类台上最张扬的选手 我们或者说他是最嚣张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他的打法 永远是这么的张扬和嚣张 当然 嚣张有嚣张的本钱 那么无论他是输是赢 只要他在擂台上 完美的展现了自己 我们就很喜欢他 大家说是不是 那么林帅 今天将遇到他在武林峰 历史上最强的对手 泰国伦平尼全场的 排名第四的 陈派克 首先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 男方 来自泰国 陈派克 在台湾 的Blu corner E 陈派克 vom Taylor 现在登场的就是陈泰克 泰国两大千万军军 龙军历程馆排名第四 28岁 1米70身高 战技103战 100次 三步 接下来 让我们用和林帅 一样张扬的欢呼声 有请林帅 The race corner is Chinese warrior 林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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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以前武林峰的内台上有这么一个现象 谁出场的时候和武林宝贝的任务最欢 谁被KO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从2012年1月份以后 林帅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谁和武林宝贝的任务最热 KO别人的可能性最大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结果如何 比赛 现在开始 … 厉害 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了 这是 第6届环球拳王争辩才男子65公司的比赛 红方式任期王林帅 啊 蓝芳是来自泰国 隆坪尼全场目前排名第四的现役 呃 迈克 啊 他跟他这名选手从他一开场这个一上场 从他上场那种气势灵活性 上场那个放松程度 这名选手绝对是泰国目前65公斤级的高手 能在隆坪尼全场能够现役能够排名第四 影响水平之高 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全手 啊 隆坪尼全场都是打职业的 而这个林帅在给这个帕克比赛里面要多打一些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是在你的移动当中的变化 嗯 要把泰国他在比赛当中的那种节奏给他带乱 对 要靠一些移动 找机会不要急 嗯 因为从这个第一局一开局 这个林帅从这个帕克的比赛交手来看 这个选手不好打 我们场裁判毛轻宇给这个 她说在比赛里头不允许主动暴摔缸 他是那个 林帕克他采用的这是泰式的那种暴摔方式 两手夹地之后一甩 他利用这个你的这个腰肢你的这个扭动 把你摔倒 把你摔倒 他一暴摔的就是要像我们太极里头 你看 你看见啊 是吧 看似你在进攻 但实际上是一种暴摔动作 嗯 动作非常隐蔽 因为他那种摔法和我们中国那种散打 那种下犬呢 那种暴摔完全动作不一样 技术发力点不一样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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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林帅可真是不拿告手了 尽管林帅代表我们武林峰 呃 参加了两次去美国的 你看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小动作 我们在我们武林峰的规刀比赛当中是 绝对不允许吸上头的 他是在通过你的移动 爆筛给你的移动 那么在你导进过程当中 我突然用膝打你的头部 挺好的 打个英语拳 可漂亮的英语拳 这就是杀机会 因为这个他认为你不行 那么我主动报警 这时候知道吗 你要上队 好的 挺好的 肯定进步 还有机会 肯定进步机会 延续进步 可以说在比赛最后时候 要是这个 时间挽救陈牌狗 不然的话 李帅将KO陈牌狗 可惜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假如还有十秒钟 李帅一定都KO陈牌狗 又创造历史 早晨九零一秒就知道吗 你先点下来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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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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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酒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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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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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帅是以重机打赢1,000人 重机对手 接着又用后手拳把对手打赢 但是时间挽救他 不然的话 陈迈克将被KO 通过这一分钟的休息 陈迈克又卷土重来 因为这位选手比赛经历非常的丰富 要知道他是个职业选手 你看这时候林帅打得很顽强 你不是你比赛阴峰吗 但是你也有功能 我就抓你功能 我下手 漂亮 漂亮 这场比赛林帅打得很聪明 他表现在他在比赛里面敢于控制对手 你不是告诉我我敢于控制你 而现在这个他打得又是害急躁了 就是谈怒了 要知道这个林帅的前手拳是很有杀伤力的 接腿一个重机 打得不够准 再准备就更好了 林帅 现在林帅前手拳要后面飞上 现在这个林帅一看没有机会就抱缠对手 你看林帅这种这种过程 你看现在这个孙麦又要摔对手 因为他没有更多的这种实际内容了 我重力又打不住你 我靠什么 我就靠一点爆弹 我们的这个长裁判这个 告诫这个 在比赛里面 如果再出现这种谈报过多 总共这种贴身消极反折的话 那么就要警告这个栏方 泰国林匹尼目前排名第四队 快 今天林帅感觉太好了 他这种好是一种自信 他这种好是一种张扬 他这种好在比赛当中的大众 你不是你抱缠我吗 我不跟你抱缠 我用我的技术 我用我的风格 我用我的狭义精神来击败你 你看就是这种摔对手 比赛时间到了 比赛时间到了 你一定拿起来 他打的时候你去 你再去做怎么拿 你再做什么 你再去啊 转头起 别怕掉起来 就拿起来 别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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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看的这是剧烈的环境球王争霸赛 哎 环境球王争霸赛得到了贺币市的这个七水九一大大力支持 这是男子六十五名的比赛 红王 是人气王 非常嚣张的林帅 蓝方 是泰国 建议的 伦皮尼 目前排名第四的快 目前陈佩克在比赛当中 虽然使用了很多的小动作 包括嘉宾的这种摔法 包括林帅到倒地过程中吸上头 但是 林帅在比赛当中 不因为你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实力雄 而我对你 进行也这种抱负没有 在比赛当中要用我的实力证明一切 林帅的前手拳加后手拳是很力 有杀伤力的 但是现在林帅打得很聪明 现在林帅是在找机会 因为对方逼得很凶 他这种凶表明他一个什么 表明他打得急躁 打得不智慧 有杀伍 你看 曾大叔在一旦得不了手 其实他主要靠这种 吸走进攻 当他走法不能进攻之后 他距离在 不能发挥 他那招法又不能克制林帅以后 他靠是吧 你看就是这种 暴摔 他是利用进攻 blue 突然有种摔我 你看今天现在这陈迈克他老是想进去要什么暴摔这个这个林帅 你看听着想着他靠什么 因为知道泰拳主要靠这种这种暴缠 就暴力以后我一靠一种戏法 但是林帅一旦黄德的希望他没有办法清了 他只能要摔林帅 你看又开始了 他不跟林帅平衡 因为他平衡他觉得偏不过你 今天林帅打得太大队了 他要用他的这种品德 他用他的这种智慧 来赢得这场队的胜利 打个聪明 这就是一个选手所要经历的 当你碰到一个实力超纯的这种高中的时候 你靠什么影响 当这时候就打乱的时候 他很急到林公小动的时候 你靠你什么影响 靠的是一种智慧 这时候林帅要聪明点 要第五服务权上了 小米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材败员 三十比二十九 二号材败员 三十比二十九 三号材败员 三十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达到红方上 尽快二十四 中红方上 一号材败员 在红方上 赢得红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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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擂台上 不是我KO别人 就是别人KO我 今天嚣张的林帅 打满了三局 才赢得这场比赛 祝贺你啊林帅 先祝贺你 这个为什么没有KO别人 这个老太残暴太多了 他不残暴的话 我早就把他KO了 老是残暴的 我有劲死不出来 打得特别便利 他是敢跟我正面对抗的话 我一定把他KO 观众朋友们 今天收看的是由 寄星啤酒冠名的武林峰 我们这是在河南省 贺卑市的千鹤之五体育馆 为你呈现 武林峰第六届 环球拳王争霸赛 本场比赛感谢 贺卑市 骑水酒油的大力支持 下面这场比赛 是一场 中俄男子85公斤级的对抗 这也是今天 级别最大的一场比赛 我来介绍一下对这双方 外方代表队 来自俄罗斯 他是俄罗斯前总统 也是俄罗斯 现总理普京的保镖 也是他的亲卫队的 搏击教练 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 散打冠军 被称为擂台上的 散打沙皇 他就是 穆斯利木 和他对阵的 是19岁的小将 名字叫做郭强 我们在武林峰的 多场比赛当中 见到他的比赛 在失败中 看到他的坚强 在胜利中 看到他的成长 郭强 是擂台上 不屈不挠的 小强 甘地说过 力量不是来自于 身体的能力 而是来自于 不屈不挠的意志 对我来说 意志和身体 是同样重要的武器 我不在乎 穆斯利木 剃断过多少流骨头 获得过多少金牌 对我而言 他只是我成功 道路上一个历练而已 我会用不屈的意志 和顽强的拼搏 带给大家精彩的比赛 请大家继续支持郭强 Hola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沈利昱 我讀了 algunas人 我负责 我认为 我已经森击了 gun键击负 7月前 我计划 我促�ęd 用他的 你的 美国YouTube日本 Linux 首先要欢迎去的本場比赛 三打上旺 穆斯林 风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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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n ムソリム從北京 这位就是俄罗斯前总统 现总理普京的保镖 以及私人卫队的搏击教官 2008年北京奥运会 825公斤级三打冠军 他就是来到俄罗斯的木兹礼目 这场比赛 老将对阵新秀 人的躯体 可以在不断的训练当中 不断的成熟 像岩石一样坚硬 但是首先 你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有请郭强 The red corner is Chinese warrior 郭强 这位就是小将 郭强 今天他将在 这个局势蠕木的那台上 扭断三大街的王者 I don't really know 比赛 现在开始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第六届环球全王胜霸赛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是郭强 今年 二十一岁 身高是一米八三 他的对手呢 是俄罗斯的穆斯林默 那么说起穆斯林默 在这个世界的三打界是赫赫有名的 他在05年获得了世界锦标赛 包括06年获得世界杯的这个 世界三打比赛的这个冠军 那么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还获得了五硕三打 八十公斤级的金牌 那场比赛还在现场为他进行的九货 这名选手呢 技术非常的全面 那么他现在从这个三打又步入到了这种自由搏击的脸上 在他的身上更多的还是有三打色彩 运动人的色彩 那就是说他的出拳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拳头的组合能力很强 他在那个比赛里面 他的摔法是非常好的 就是拳腿那个抱筛能力是很强的 今天呢他和这个郭强的比赛我感觉到他还得还没有发挥他的转身 这种边缠的能力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 待会观众朋友们看到 你看他的拳法一二三四 而且不是以直拳为主 是以他的摆拳 他这个拳腿组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原因 是他的变化还多 你看他之间很少 就是摆拳 那么看到没有 所有的这种摆拳 他如果是所有摆之后再加直拳的进攻能力更强 但他在比赛当中如果进行的还有股拳 这是典型的一种自由搏击的那种骚腿 而不是散打那种鞭腿 他这种骚腿更具有一种杀伤力 而不是为了得分得点 所以在这个穆斯里斯身上看到了很多俄罗斯人练三打的这种能力 看看看看机会来了吧机会来了 但是我们看到小江郭强的这种防守非常的严厉 你看他那种变化 我一个鞭腿觉得你有这个腾众感中 我是连续的进攻 因为我们从锅腔的面目表现感觉到 刚才穆斯里木的那个 鞭腿是很有杀伤力的 打到这个锅腔的这右手的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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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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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也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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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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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